台大校長案的局管會怎麼樣 好 這個管頭苗還會繼續嗎 好 謝謝 我去頒獎 聽到台大校長卡管 幾個字相當敏感 內政部長葉俊榮即將轉任 駕魚部長 一拖就是半年的台大校長案 絕對是燙手山芋 許多事情都很重要 我認為確實台大 台大校長林選的事情 是要優先出名 從回答聽得出來 葉俊榮小心翼翼 畢竟蔡政府從1月初到現在 為了把管案 行政院已經折損兩位教育部長 我媽媽聽到這些 都是非常非常快 台上唱歌 抒發心情 暫時把棘手問題 留到下週一上任 再來解決 其實這趟南下行程 主要是陪總統蔡英文 到台南頒獎 也關注長照2.0 實施狀況 了解我們的趙福元 長輩以及家屬的需求 那麼我們今天所在的台南 因為由市府團隊跟在地地位 充分的合作 就是長照2.0做得最好的現實 大戰台南實政成績優異 正會南下作陣 除了傾聽地方訴求外 替台南選情加温 才是蔡英文這位黨主席 最主要目的 回與新聞陳言會長 遠春 台南報導 有機會 每天下 都可以 然後 跟